通过打坐来强化已经正确认识的观念 这个是不是就是指的观察修 那么请问在正式打坐前 是否就已经要决定是要强化的内容 还是在打坐的过程中才开始思考 打坐之前 比如说我们要修这个菩提心的话 那么在打坐之前要做好准备 充分的准备 那么充分的准备的意思就是说 怎么样去这个修菩提心 菩提心修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思考什么 应该去想什么 这些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这个思维的方式 思维的模式 全部要学好 不仅仅是在书本上学 而是一定要记在心里 那必须要做好这个 然后呢 就大坐的时候翻覆的去思考 翻覆的去训练 那真正的这个强化呢 就是大坐的过程当中强化 那这个之前就是要做好准备 这个强化的方法 这个之前要做好 否则的话 我们大坐的时候 边大坐又边看书 这样子的效果不好 所以先学好 然后再去强化